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开讲终结奖案系列节目 近日战争水患地震 疫情频繁 地活水风四大不调 让市集动荡人心不安 在环境惊心动魄的此刻 太极门养生协会结合了各级机关及宗教团体 于10月16日在台大综合体育馆 举办良心领航点亮希望全球祈福大会 与全球多国多地串联祈福活动 团结善的力量为世界助导 回顾1999年9月21日 台湾发生笋山惨重的大地震 太极门在地震后第四天 聚集了各大宗教领袖 举办世界之爱祈福之夜 为台湾及世界祈福 2001年美国发生了恐怖攻击 911事件 事件发生的当下 就在灾难现场附近 举办民中祈福疑点 安定恐慌的人心 2008年4月18日在中正纪念堂 举办祭天祈福大典 引领人感恩天地 祈求风调雨顺 祈愿世界和平 在灾难发生世界纷乱的时候 太极门推展良心爱与和平的文化 是国家安定的力量 对社会人心的安定 国民外交的推动 提升台湾在国际的农建度 是受到历任总统院长 部长的肯定 太极门为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以弘扬国粹文化促进世人身心灵健康为宗旨 以师徒相传的方式将文化精髓传承至今 练气养生是太极门弟子修行的方式之一 透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 推展良心爱与和平的理念 长期以来 太极门从无对外募款 也未曾接受捐款 师徒同心 自利自费 弘扬国粹文化 济世助人 至今已参与国内外一百多国 超过三千场公益文化展演 深获国内外各界尊崇与赞扬 贵会成立三十五年来 秉持尽忠尽孝 爱国家 爱社会的宗旨 最后同好 自利元席国粹 发扬武德 对传承固有文化 树立良好 社会的风气 贡献做出成果 令人敬佩 太极门是古老 气功武士门派 殊途代代相传 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弟子民各个多精神饱满 身心健康 在弘掌门人的引导之下 除了修心养性之外 更秉持坚善天下的精神 气势助人 并透过国际文化交流 推展世界之爱 让爱与和平的理念 传遍全世界大桌 特别还要借此机会 再次代表政府 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和感谢之意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 为国家 为社会所做的努力 跟贡献 每一次看到太极门 就看到活力 看到温馨 看到爱 我们非常敬佩 宏道子博士 这一种憋一天 敏人的情怀 也希望在全世界各地 太极门都能够秉持 这一个原则 让台湾站出去 让世界走进来 太极门更在掌门人的带领之下 积极走向世界 为台湾做国民外交 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未来我也希望 太极门在红掌门人带领之下 能够继续跟政府一起来打拼 发挥我们良善的影响力 让台湾不断的进步发展 让世界更看到台湾 太极门是一个气功练武的一个门派 修身练气 尤其是教宗教校 太极门 各位师兄师姐 平常你们出钱出力 凭着爱和平的信念 你们精湛的文武全才 而打造人间的太平极乐大门 我在这里再度的要感谢主办单位 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 在这多年来所做的努力 我觉得太极门能够配合我们卫生署 来办这一个健康新观念 黄沙总动员这个活动 实在是很了不起 准复心 做复苏 我请你不想看一个文章 说 良心 期待 一定能 如果每个人都凭良心做事 那所散发出来善的力量 一定有办法改善个人 改善社会 也改善这个国家 美恒 元旦 国庆祝 我们都可以看到 太极门精彩的表演 可以说是国内社团 最好的谋幻跟代表 我们放天灯 为全人类祈福与世界同步 今天的活动 太极门有很多人也一起来参加 我们国庆筹备会 在这对各位再度表示谢意 因为由于各位的努力 各位的方法 我在这向各位表示 由衷的谢意 近几年来 太极门所有的活动都是非常的成功 也能够振奋我们的民心 特别是在文化方面的贡献 太极门的价值 它所传播的文化的价值 不是在传统文化这一点而已 主要是它对现在的社会 有它的积极的贡献 我们希望太极门继续发扬光盗 人权是以一个普世的价值 那我会觉得说今天 不管透过我们的这个太极门 这样的一个推动 那是我们台湾的社会 重视基本的人权 太极门它促进了武术 提倡了伦理道德 也让我们全国的艺术文化 提升到国际舞台之间 太极门今年在推动良心时代 每一个人要发挥良心来做好事 推动和学社会 这个非常的有益 我们希望我们国民 大家都能够响应这个活动 实在是了不起 而且连上天都会庇佑 像今天这样有风有太阳 而且温度非常好 来的人我看都非常非常的喜悦 这是很难得 连上天都在帮你们忙 太极门帮忙我们的国家做外交 我非常感谢 那么太极门的朋友 有一项热心公益和公共事务 这一次他们能够出来 让我们的活动增加这么多光彩 我非常感谢 这就是太极门的精神 我们经由这样一个方式 把我们的传统的文化体育 艺术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对于我们在国际社会 当然有很大的帮助 特别代表政府来颁受表扬状 来表扬太极门 掌门人红道子博士 这么多年来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推展武术活动 把我们国家的地位 在全世界能够表彰出去 特别是强调我们国家的形象 太极门本身就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典范 特别是在雪梨奥运表演节目之后 国际社会上有很多的人 想到台湾就会想到太极门 太极门应西雅图市政府的邀请 去参加美国十大节庆之一的 西雅图海洋节 太极门的传统是以中国的功夫国粹 来养生养心养性 真正的能够展现中华文化的精深之处 太极门在红师傅 红道子博士的领导之下 不但是在我们国内 在全世界各个角落 散播的一种爱与和平的讯息 让我们全世界 在纷纷扰扰之中 听到一个清新的声音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太极门弟子 他们来这里 他们不只是做一个单纯的活动的表演 最重要就是这样的精神 其实我们台湾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有信心 他们用这样善良的心 宁静的心 静能生会 他的力量就无限 不经一帆寒彻骨 整得梅花扑鼻香 太极门师徒遭司法人权迫害 长达二十余年 然太极门师徒仍坚持本心 持续地推广爱与和平的理念 走访世界 散播良善的种子 联合国NGO 世界公民总会主席 瑞内瓦德罗博士表示 太极门在世界各地 进行文化交流 让很多人们了解台湾 丰富的文化生活和传承 以及对爱与和平的追求 特别是在人权多年受到迫害 却选择持续推动良心 爱与和平 这是非常难得的 台湾政府应当保护太极门 以公正透明的方式 解决这桩政治整肃下的税务假案 这么一个传承中国国粹文化 进化以安定人心的 古老气功武术门派 窃配少数违法乱权官员的诬陷 几乎赶尽杀绝的手段要灭门 小英总统 您是否看得下去 太极门案件发生至今已26年 师徒饱受煎熬与破坏 总统 你在嫌疾前说 人民不满可以拍桌子 但是当了总统后 税灾户在凯道诉求 呐喊拍桌子 且又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期望蔡英文政府 赶快主持正义 平反太极门 焉错假案 法税真改革 良心救台湾 才是国家之信 人民之福啊 团结善念 改变世界 太极门师徒 数十年来 为传扬爱与和平良心文化 走遍五大洲 希望以好心好念 转动世界 透过举办或是参加各种祈福活动 为世界的生灵祝导 希望世界风调雨顺 国态民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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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e SUNie 《老天 宇宇宙》 变量心灯 沉进心灵 为全球生灵 祝导 月亮心灯 沉进心灵 重回爱的怀抱 放下仇恨的武器 人们在虔诚的主导中 听到良心的呼唤 我的手足的胸囊 梦在苦难之中 我为他们祈祷 愿伤苍似福大地 烽火不再战争远离 和平之愿成真 希望之光到来 Zither Harp 用太平护所有的恐惧痛苦 以自信与勇气重建 希望测缘 感恩今日 你我携手前行 共同为世人祈福 唱起航平的歌声 旋律温暖人心 从心绽放笑容 正爱自己与世人 不自得真爱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师父的祈福 师父的祈福 祈福行脚 遍及世界 跨越宗教 种族的繁离 引导世人 良心觉醒 引领人人 行善积德 散发好心好念 改变地球气场 创造和平永续 万民安乐的祥和世界 良心领行 点亮希望